宗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做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美类的新台湾 感谢大家的收听 你听众朋友 我是五金发五金发发歌 发歌开港 今天要来讲这本书 2024不只是选总统 这本书很重要 2024不只是选总统 这本书非常特殊的一本书 它的形式表现方法也不一样 耶行学是由一个人来主持 那么三个很重要的媒体的主管来鼎谈 所谓鼎谈 两个人来对谈 这个叫做对谈 两个人互相来表示意见 用谈发字的方式叫做对谈 三个人以上来对谈叫做顶谈 好像一个顶三只脚 那么有一个主持人 这个主持人叫做Joyce 乔一师 乔一师是他的笔名 是我们台湾的女孩子的 他台湾女孩子 他的乔一师是他的笔名 他原来在很重要的国际媒体 路特社当很重要的编辑 那么退休以后和他的先生 菲尔史密斯两个人就住在淡水对面那个巴黎 住在那个巴黎的河边 淡水河边 那么两个人同时在法国的普罗旺斯 有一间房子 所以他们现在退休有两个 史密斯也是路特社的 资深的在亚洲部的总编辑 那么两夫妻就来来匪匪 也大半的时间 一半的时间住在台湾的淡水对面的巴黎 一半的时间住在法国普罗旺斯的房子里面 这样来来回回台湾和法国之间 但史密斯是英国人 那么上一次礼拜五呢 我们讲了这本书 2024不只是选总统 上礼拜呢 上礼拜五呢 我发表了史密斯在这本书里面的序言 也就是史密斯以一个英国人 路特社的资深编辑呢 他发表了他为什么参加这个顶坛 还有他自己以一个英国人 重要的路特社的世界的重要媒体的观点 他所观察到的这几十年来 台湾在国际地位的变化的情绪 那么今天呢 要轮到斯坂明夫来发表他的序言 就是参加顶坛以前 他先来讲 他为什么参加这个顶坛 还有这几十年来 他观察到台湾在国际地位上的改变 那斯坂明夫呢 发哥在第一天的时候就介绍过他呢 他是在中国天津 中国天津是出生的日本人 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的爸爸呢 是在被遗弃到中国的日本人 因为当初日本打败仗呢 日本的四百万人在满洲国呢 包括住在北京啊天津啊这种战败的日本人啊 要回到日本去 但是呢战后呢 日本人啊 没有办法全部顺利的撤退回去 有些刚刚生了小孩子的 生了好几个小孩 那没有办法全部带回去 那有一些比较小的小孩子 就给中国人当了养子 四百名父的爸爸就是被 抛弃在中国的日本人 那当了中国人的养子 那就留在中国了 那在文革的时候 他的父亲呢 因为是日本人的后代 所以呢 就被虐待文革就被下放 劳改等等 那四百名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出生 变成了日本人的第二代 那么后来他就在他日本和中国 有外交关系正式建交和台湾断交以后呢 中国为了表示友善 那么就让有一些在中国出生的日本人啊 可以回去日本定居了 他父亲就带着他呢 回日本定居了 那么后来四百名夫在日本受教育 到念大学 那么大学毕业以后 又回到中国去受 北京的社科院的博士学位 然后在日本的产经新闻 当记者 然后派到北京当特派员 然后最近2020年以后 在台北当台北特派员 然后他娶了台湾的太太 变成台湾人的女婿 好那四百名夫呢 他也发表了 他参加这个鼎坛之前 他对台湾的一个总序言 他参加这个鼎坛里面 所重要的这个序言 这本书2024呢 不只是选总统 是台北很重要的玉山社所出版的书 所以我鼓励大家去买这本书 不只这本书 一共出两本书 认知战下的台湾 一个是2024 不只是选总统 这两本书你一定要念一念 因为这比看电视的政治评论节目 有意思多了 好现在我就来讲一讲 是把明夫所写的这个序言 他写得非常好 非常重要 他说2023年4月12号的时候呢 赖清德呢 被提名为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因为没有人和他竞争呢 民进党内 所以是他第一个 他只有唯一一个呢 登记要参选民进党的候选人 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呢 民进党通过了以后呢 他就变成了民进党唯一的 在中堂会通过确认 他就是成为总统候选人了 2024年 他确认为民进党的总统候选 代表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他提出了他基本的口号 他选选总统的口号 那就是民主和平和环荣 民主和平环荣 那么这句口号里面 三大诉求的目标里面 他把民主排在第一位 民主第一位 第二个才是和平 第三个才是环荣 清清楚楚的 也就是说 从这个口号里面很清楚看出来 民进党的赖清德的口号里面 民主是排在第一位的 相对于别的政党 比如说国民党也好了 民众党也好了 他们到现在为止口口声声 还是把和平放在第一位 包括郭台铭也在讲 两岸和平和平和平 民众党的柯批也在讲和平 虽然爱爱妹妹 但是他还就是和平 国民党更是讲和平 一定要和平 他讲和平还用恐吓的 就是说不要让台湾变成乌克兰第二 好像如果不像中共表示和平 我们台湾就会变成乌克兰第二 就会像战乱这么可怕 其他的政党都是一样用这个乌克兰和 恶务战争的教训 在讲说台湾如果不和平 就会像乌克兰这样变成一个战乱的国家 战争可怕的国家 很显然的民进党的诉求是把民主放在第一位 和平放在第二位 但是其他的政党很清楚的就是把和平放在第一位 他的顺位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去想一个问题 到底把民主放在第一位是比较正确呢 还是把和平放在第一位比较正确的 但是现在全世界都很清楚一个问题了 除非你能够打消中国对台动武的念头了 但是全世界也都明白了 你现在要打消中国习近平的独裁政权了 对台动武的念头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除非你把台湾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要不然你是绝对不可能打消中共对台湾动武的念头了 台湾只有一个情况之下能够打消中共对台湾动武的念头 就是台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投降变成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的一部分了 只有这个方法你能够打消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动武的念头 那么台湾你要不要了 你要不要这样做了 你要不要甘心向中国人民共和国的独裁政权投降 乖乖的变成他的一部分 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啊 那你就绝对不可能打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你动武的念头了 如果你把民主舍弃啊 很简单啊 你这样换来的和平啊 你等于就是要放弃民主的形式了 也就是你要放弃民主的选举制度 你就是要放弃选举的制度 你就是你不能投票了 你就是没有选举制度了 你就是要自己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共产党来决定了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很简单的一个逻辑了 非常简单的逻辑 就是台湾很快的就是变成香港的样子和新疆的样子啊 香港的样子和新疆的样子 你现在自己看就很清楚啊 香港的样子和新疆的样子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军警 他随时可以到你家里去抓人 所以制造一个理由到你家里去抓人 另外一个样子很简单啊 年轻人在网站上发表的言论啊 只要不符合中共的言论的尺度 他就可以随时把你抓去放在集中营里面了 他随时可以让你失踪啊 他不见得要审判你才可以把你灌在集中营啊 你只要在网上发表不符合他的原则的政治原则的东西 你就可以失踪啊 要失踪很久以后可能有审判的形式 也可能没有审判的形式啊 像台湾八旗出版社的总编辑叫傅查 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他被审判啊 我们只看到一个消息 台湾250个文化界等于向中国共产党抗议啊 到现在为止 共产党只露出了一个消息 说傅查涉及到分裂国土的阴谋 没有看到他被审判啊 到现在傅查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啊 所以呢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式的 你放弃民主 这样的和平有意义吗 你如果把和平放在第一位 这样的和平有意义吗 你如果不是把民主放在第一位 你而是倒过来把和平放在民主的前面 这样的和平有意义吗 就是失败民夫给你很清楚的讲得很清楚 所以可见的赖清德把民主放在和平的前面 当然民主显然是比和平重要嘛 赖清德说过呢 台湾和平台海和平的定海神针啊 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绝对不是中共的九二共识啊 赖清德所讲的台海的和平定海神针 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不是中国的九二共识啊 这就指明了很清楚的意思 在赖清德的意思里面 他所提的政见里面 他要说服台湾人 相对来讲 美国人当然比较值得信任嘛 比起中共的政权来讲 美国人比起中共的政权 他当然比较值得信任嘛 这是讲得很清楚的意思嘛 难道你认为中共的政权 比美国值得信任嘛 所以这就赖清德讲得很清楚啊 斯白明夫讲啊 有一次我搭一个计程车啦 那个计程车司机在车上和我聊天啊 计程车司机竟然告诉我啦 我们两个在车上聊到台湾的政治 那个计程车司机这样告诉我 蓝的也好 绿的也好 蓝绿的政治人物都不能够相信啦 所以选谁当总统都一样啦 斯白明夫说 我觉得听了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惊讶 他说如果在一个民主成熟的社会啦 或者是一个民主成熟的国家的社会 一个计程车司机像我讲这样的话 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啦 也觉得正常啦 但是在台湾这个国家 明明是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国家 随时中国都会越过台海中线来打台湾的国家 一个计程车司机讲这句话是正确的吗 而且这个计程车司机还讲啊 陈水扁当过总统啊 民进党的陈水扁当过总统啊 他也没有独立啊 马英九也当过总统 台湾也没有被统一啊 他这样讲乍听之下好像有道理 但是讲这句话的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啊 陈水扁时代也好 马英九时代也好 江泽民也好 胡锦涛也好 中共的领导人 胡锦涛也好 这些中共的领导人相对来讲都是比较温和的 但是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叫了习近平 这是完全不同的中共的领导的独裁者啊 习近平是一个穷兵独武口口声声 要派兵武统台湾的人 是完全不同的独裁者啊 你怎么能够和马英九时代陈水扁在相提并论呢 你怎么可以说选陈水扁 选蓝色的选绿色的谁当总统都一样呢 台湾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言论出现 而出自一个继承者司机挨理直气壮呢 我觉得不可思议台湾人对中国 未免太不了解也离开现实太远了吧 有个结婚的呢 焦安及时报 平伙伴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焦安及时报 我是杨洁 今天我们单元当中很高兴邀请到的是高雄 剪菜武汉快乐连报榜 各位条中编诱 斯坂明夫对这本书 2024年不只是台湾不只是选总统的戏源 他刚刚讲说碰到那个进车司机讲说 蓝绿的政治人物都不值得信任了 所以2024年选谁当总统都一样 斯坂明夫觉得非常惊讶 台湾怎么会有这么多这种人 对当前的局势这么不明了 这个进车司机认为 陈水扁当过总统也没有独立啊 马英九当过总统也没有统一啊 他们讲这句话 如果在正常国家不稀奇啊 但是他怎么会这么对台湾现在的处境这么不理解呢 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 那时候中共的独裁者 还是比较温和的 现在的习近平是口口声声要派军队来武统台湾了 这个穷兵独武全世界都已经知道的一个他一定要武统 在任内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要武统台湾了 你搞不清楚形势已经躲到这个地步吗 怎么说是选绿的和选蓝的的一样 他说呢2020年选总统如果你选了一个亲中的总统 最起码有两个后果是可以看得到的 第一个中共的认知战如果选了一个亲中的总统 一定呢不会再涉活 那么结果是怎么样呢 结果就是他当总统的话 这些亲中的总统 他对台湾的企业媒体军队将不涉活 他会让他渗透到千仓百孔 台湾会完全失去皇位自己的能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那个时候的亲中的总统 这个时候组织的台湾的新政权 一定会和北京没来远去 台湾的政府将会和民主阵营 西方的民主阵营越走越远 国际的社会支持台湾的力量会越来越小 台湾发生什么事情将没有人在管理 台湾被中共并吞的必然 台湾变成独裁政权的一部分 将来会变来必然 台湾变成中共独裁政权的第一线来对抗自由阵营 台湾变成独裁政权的第一线来对抗自由阵营 台湾政治的现状的看法和分析呢 讲给大家听 我们这三个人 有人从台湾的内部 有人从台湾的外部的国际视野 来看台湾的视角 来看世界看台湾的视角 分析给大家听 2024年总统大选 要怎么学 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角度 供你们参考 就是我们三个顶坛 发那么大的心血顶坛 记录起来完成这两本书重要的参考 请你们参考参考 这个是诗版明夫呢 为这两本书写的序言 很重要的序言 好 这个是诗版明夫呢 下来这篇呢 是我们本土的媒体人 李志德为大家所学的序言 那么讲这个序言以前呢 给我两分钟的时间呢 台湾今年的农产品 因为风调雨顺呢 都盛产 芒果凤梨各方面都盛产 咖啡都盛产 但是我们相对的 这方面没有办法 把它顺畅的推返出去 像我家芒果盛产 弟弟知道每天用小货车 载到高雄各地去叫卖 价钱崩跌了 替小农推销农产品 这个是从发歌参与 立学道顶广播的时候就已经我们努力的目标之一 然后再加上快乐电台老董事长 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快乐电台 也是推广替小农服务 那么发歌呢 替北道五三咖啡 替民权农场的有机凤梨再推广 也是我努力的目标之一 所以你有听过发歌 在我的频道里面 去卖什么药品啊 那些营养食品的这些东西 没有 我都推广农药 小农的 如果你需要北大五三的咖啡 民权农场的有机凤梨干 或者是发歌的朋友 从雨智引进来的 真正优秀的雨智的抹茶 也是很小量 你要的 请你把握这个时间 帮一下嘛 你要的话 请你打0910-699-087 0910-699-087 找吴小姐 或者是0983-468-356 找吴太太 0983-468-356 找吴太太 请她帮你们服务联络 这个专线 谢谢 那么接下来讲李志德 和大家呢 所写的序言 他说2022年8月2号的晚上 10点44分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裴洛西 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 这个时间 刚好我们一家人 英国的爱丁堡 一间的民宿里面 看BBC的晚间新闻的转播 这是我们一家人 错过了第四次台海危机重要的时刻 我们在千里之外 看着外国的新闻同行 在报道 家乡台湾 兵凶战围的 这种新闻报道 那我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到英国去拜访采访 那是早就排好的行程 但是就那么恰好 在那个时间 也就是2022年8月2号 晚上10点44分 我在英国的爱丁堡 我们全家人在那里面 这是这么重要的时刻 我的家乡台湾 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在英国的爱丁堡 看着电视转播 我看到的这个电视转播呢 是整个英国电视的头体 用三分钟的头体新闻 报道了培洛西 访问台湾的这个重要的新闻头体 这三分钟里面介绍了两个重点 他介绍了台湾这个国家 听清楚 台湾这个国家 是一个完全实践了民主体制的国家 第二个重点是 台湾的安全 对全世界的经济次序 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他在讲台湾的安全 对全世界经济次序非常重要的 这个报道的画面是什么呢 就是台积电晶元体加工的画面 然后接着呢 竟然是发言的人是谁呢 是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讲话 然后呢 这个画面再跳到松山机场 培洛西下飞机的画面 三分钟完了以后 接着呢 是英国这个重要的BBC晚间新闻里面呢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读报时间 读报纸 今天英国或者世界重要报纸的头体 都在讲什么事情 我竟然觉得呢 再也没有比这个事情更疗愈了 这代表一个什么事情呢 代表其实在某一方面是非常病态的 这个怎么很病态呢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 几十年来 我们一直很害怕一件事情 就是别人看不到我们了 今天晚上台湾兵凶战危 但是我们去心中暗暗高兴 为什么暗暗高兴 全世界终于看到台湾了 是我们兵凶战危的时候 全世界看到我们了 你不觉得兵态的高兴吗 台湾一直被全世界 但是你要知道呢 全世界没有看到台湾 你不要以为全世界没看到台湾 台湾是变成像那个 古代的这个小说里面讲的桃花园 全世界没看到台湾的时候 代表我们台湾可能被 中国那个民族主义的怪兽 把它吞噬掉 默默无声音的被吞噬掉 我们不是变成一个桃花园 到今天为止呢 台湾的全世界的台湾专家都判断 中共要发动侵略台湾 只剩下时间点 和什么时候发动的问题而已 所以台湾人思考战争和和平的关系 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再成为一个半嘴的问题 所谓半嘴的问题 我们现在还在吵架 台湾和中共之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怎么样可以争取和平不战争呢 这根本是绘画 台湾不可能用嘴巴去谈就可以避开和平 这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现在要放弃那个直线的思考 有人说 如果台湾不向美国买武器就不会有战争了 或者是说呢 不要让台湾成为乌克兰了 这个都是假设的命题 这个都不必去想了 这就不可能的事情 而是应该真正的深入的去思考 在国际政治里面最复杂的一部分 我们要去思考的不是 不是主观的认为说 我们不要去挑起战争就能够 不要以为我们丢弃战争的念头 我们就可以得到和平 现实的政治 事实上我们要面对的是刚好相反 也就是说 你只要准备好 有充足的智慧的能力 你要让敌人觉得呢 我要侵略台湾 一定会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这样台湾才有可能避免战争 这是好像很矛盾 但是事实上就是如此 菲尔和斯坂明夫 这两个外国也是台湾人的女婿 他刚好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 斯坂明夫是出生在中国 成长在日本 菲尔呢 史密斯呢 他是新闻人 而且跑遍了全世界和亚洲各国 他们都知道 台湾其实不是亚洲面临战争的 唯一一个国家 例如你像看普丁就好 普丁向乌克兰侵略的时候 他讲什么话 他说俄罗斯的历史文化精神 俄罗斯的历史文化精神世界里面 乌克兰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且普丁又讲了 根本只是一个骗人的话术而已 根本也不是什么民族主义 这个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主义 复兰这种堂皇的借口 事实就是一个独裁政权想要扩张的借口而已 习近平的借口和普丁的借口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台湾发生这种危机的时候 反而是中国很久没有联络的媒体人问我说 现在台湾人到底怎么样啊 我说我们台湾人神经很大条 我们都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危机 结果反而是中国出去的中国的媒体人 很严肃的告诉我说 李志德你要知道提醒台湾人 要好好的防备 他很严肃的告诉我说 你知道吗 我认为台北就是台湾 是我们华人的文化首都 他说世界上可以看到的华人世界 没有比台湾生活的 没有比台湾更好的制度 所以台湾如果沦陷的话 中华文化将成为万古漫漫如长叶 你们台湾绝对不要沦陷 这是一个中国的文化人 像我做的警告 但是事实上我认为台湾不要去思考什么华文世界 对照全世界来讲台湾也是独一无二 因为全世界有很多善良文明的民主国 台湾已经成为善良民主的世界的底线 如果台湾要回报民主世界国家对我们的关心 唯一的我们应该向全世界承诺 如果我们遭受侵略的时候 台湾人一定会拼出我们的性命来保护人类的进步和文明 要这样有这样的气魄和勇气 台湾人才对得起民主世界对台湾的支持 这是李志德一个台湾道德有勇气的媒体所写的序言 我听了我看了觉得非常感恩 这是年轻一辈的台湾人 另外一面的台湾人绝对不是像柯B讲的 也不像别人讲的年轻人都很懦弱都支持柯B 才不是这样呢 你看看李志德这批年轻人讲的是什么话 你再去问问黑熊学院的那些年轻人 他们真的支持柯B吗 他们真的很懦弱吗 他们真的很软弱吗 才不是这样呢 你看看716在凯道上的时候 王婉瑜很正义里难讲那句话的时候 底下的一两万个年轻人 只能很软弱的吁吁 他们敢面对真正强烈的真理吗 还有电视机以外的年轻人 真的赞成柯B吗 我们不是看到那件事情以后 柯B的支持率一直往深渊里面堕落吗 台湾还是有勇气真理的地方啦 我们何必泄气呢 多谢你收听 明天再感谢时间再见 拜拜 明天再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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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再感谢观看